独树一致别具风格粉红超宝急行军 在18号下午行进的台中市大甲市区 18万破纪录的香灯角可要跟紧 因为下一站要去哪里只有妈祖知道 很可能下个路口就转弯 没关系香灯角全力跟随看看他 发出声响的是这一堆神明公仔与吊士 走了十年就背在他背上十次 从30岁走到40岁 人生的转折处都有妈祖护佑 今年我满40岁 刚好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生日礼物 各个族群跨年龄层 都被白沙屯妈祖进香所吸引 不过有别于其他同类型的宗教活动 白沙屯妈进香 青年族群参与度很高 命理界观察是因为几个特点 拱厅宫妈祖的轿子 轿顶是用粉红色象征慈悲心 颜色和别人不一样辨识度很高 绕进全屏妈祖的轮轿旨意移动 妈祖想去哪就去哪 说随性也好 说有个性也贴切 跟风嘛 大家都很随性 我们直接睡在那个河堤旁边 然后下雨了 我们就跑到庙里面去睡 粉红超跑急行军一路奔驰 妈祖不按牌里出牌的作风广为流传 好像也因此与年轻人很match 像是这四个人 就靠群组连结互传讯息 约好谁都不能缺席 宝贝我们就会关注说 今年折日是什么时候 就会立马在群组上面公告 一种默契我觉得 对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最有温度的旅程 因为没有固定的路线 所以年年走都很新奇 又别具有挑战性 青年族群把宗教之旅 有如当作九天八夜的出游行程 参加人数也屡屡创新高 民事新闻 徐民航 叶恩生 台中报道